所以这个善很可惜 不能够长 叫于皆不足观 所以从这里看到 见有小善 你看下面 无补得学 对于得学一点都没有帮助 叫于皆不足观 得学 至于道 至于道 至于德 那个聚于德就是得学 换句话说 我们求道 必须从得学入 从得学入 这地址规里面讲 为得学 为才艺 那个得学就是根本 才艺就是知末 得学就是无知 才艺就是无所不知 所以才艺要摆在 在德学的后面 德学要排在才艺的前面 所以德学叫做根本 才艺叫做后德 一个叫根本制 一个叫后德制 这样就清楚了 所以什么叫为德学 为才艺 我们就搞清楚了 换句话说 或衣服 或饮食 为什么加一个获制 那个获就随年一法 随年难一法 随免任何一个心外之法 只要我心在那里 我的德学才艺就没了 就这个意思 地址规很深 地址规已经把那个很核心的学习的态度 给我们点出来了 不认识 我们就学不了 深则看深 潜则看潜 完全还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反应 还是跟外界不相干 所以这讲到 余善无补 你看 见有小善 无补德学 对德学没有帮助 我们看下面 以德不尽 故不足观 你看为什么不足观呢 因为他的德没有办法推动 转动不了 做了再多的小善 德转动不了 那充其量只是福报而已 一点小小的福报 不能得到圆满的 这一个自信里面的财富 你跟这个 你所修的都跟这个不相干 可是小善会有小福 这个大家都要清楚 儒家讲这个 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不过呢 儒家的文字非常的简略 所以如果能够配合 佛教的教学 就能够圆解 这个事情就能看得比较深入 所以不管是佛法也好 儒家也好 都是教学 都是教育 都是改变我们生活教育 促进我们幸福美满的教育 都是契入本体的教育 我们称它为心性知学 不是知识之学 换句话说东方的学问 跟西方 现在西方科技 它是一个两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 一个是心性之学 一个是知识之学 心性之学 开发的是智慧 知识之学 与智慧不相干 都是在情感上所建立的 零碎的求知欲而已 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把这两个东西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才能帮助21世纪的人走下去 否则21世纪的人会走不下去 会被知识给淹没 会在这里头吃尽苦头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群书制药的时代意义 我相信这几天 所有的老师都会把这个主题讲得非常清楚 墨学就点到为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看 无补德学 因为德没有办法转动 所以故不足观 所以其余皆不足观 就这个意思 这叫尘害劝就 我们看最后 事学先后 你看这就是最后的言外之意 这一张书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告诉我们学问的先后是什么 我们看第一个 先求去葬 后培之据 你看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之后 学习一定要先破除障碍 一定要先破除七情 在佛法里面叫断烦恼 一个脉络 先求去葬 后培之据就是学法门 就是学才艺 所以那个先求去葬叫为德学 后培之据叫为才艺 这个就是他的脉络 周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展现 周公他为什么多才多艺呢 来自他的德学 不是知识 是德学 是德学 所以周公 所以周公 上德 产生出来的低德是什么呢 就是仁爱 所以他的所有的技能 全部都叫做人数 都叫做道具 你就知道 一个圣人跟一个凡人 差异性在哪里 这非常清楚了 所以先求去葬 我们看下面 离则漫床 不失破坚 破迁 换句话说 怎么破障 怎么把这两个最重要的障碍破掉 要破掉傲慢 先学理尽 换句话说 看到人的优点 你才能理尽它 所以我们现在要练习什么呢 观察这世间人的优点 不要看他的缺点 因为你只要看到他的缺点 你就不能理尽他 他就说 我们想一想 我们对谁最理尽 开幕式 我听说老和尚来了 我们理不理尽这位长者 我们很理尽啊 因为我们看到这位长者的风范 看到这位长者的 这种慈悲 你看到了 你就会理尽啊 为什么我们对我们隔壁的邻居不理尽 你就没看到啊 我们以为他一无是处啊 我们看到了只是他的什么 只是他的缺点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我们见人过失 我们决定傲慢 所以修学的人 决定要不见世间过 他才能谦卑 他才能谦卑 世间有没有过呢 世间没有过 有没有是非呢 有 可是没有过失 换句话说 有是非 没有过失 你怎么做到 是非善恶 邪正 厉害 你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你不放在心上 你心里面没有 你心里面干干净净 你心里面无知 那就叫得学 那叫得学 你如果要计较 你没有得学 所以修学的人 不能见世间过 但是对是非善恶 邪正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像镜子一样 你看镜子照人 可是他不留影像 底片呢 就留影像 底片也照人 可是麻烦 他留影像 留影像 就没有得学 不留影像 高明的得学的功夫 上层功夫 周公就是这种功夫 所以他发出来的才是 多才多艺 所以真的 先求去葬 首先陪礼静 礼则慢床 那个床就是高高竖起来的 以前那个 在寺庙都会有这个床 高高竖起来的 折 把他折服 把很高的我 叫自我中心 折服掉 用什么呢 礼静 学礼静 最重要就是观察 这个世间的优点 不要把世间人的缺点 放在心上 放在嘴上 这就是学礼静的方法 再来 不失破坚 那个贪 怎么把它破掉呢 不失 就是舍 我们叫舍得 舍得 舍 这么学的嘛 不然没这么学 怎么学呢 我舍不得 你要学传统话 你就得舍得 而告诉你 你舍了一定得 你得了还得舍 你不能留 你一留就令又出来了 障碍又出来了 所以决定不留 所以舍一定会得 舍不得 那你就永远不得 你不舍就不得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 讲到 两个破障碍的方法 然后呢 后培 知句 然后再学 才艺 知句 那个知就是帮助 帮助的工具 帮助什么 帮助修道的工具 帮助求道的工具 那就是才艺 才艺要在那个时候学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 这个人学习的态度 已经正确了 他有一辈子的时间 可以学习 所以不用怕 输在旗袍点 你有一辈子的时间 可以学 你怕什么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我们的 态度没有端正 其余皆不足观 学了一辈子 人家说那个不足观 假的不是真的 那就很可怜了 那就很悲哀了 所以这里讲到 后培知句 我们看见了 培得顾本 事本 清源 主要就是 培得顾本 这个知句 就是为了 培得顾本的 换句话说 异于人 由于义 由于义是为了 满异于人的愿 否则 异于人发的是空愿 他以 由于义来满 异于人的愿 那就对了 那叫培得顾本 事本 清源 你所学的才艺 就能帮助你 这一生 这一生 得学的圆满 你看看 多好 这一生过什么日子呢 过是圣贤人的日子 你怎么能不快乐呢 所以这两大段 你才配胜 事旺成帐 我们合起来 看总标题 最上面那个 恶重 帐道 我们就清楚了 这一张书的章纸 非常的明显 那么我们整张书 就把它说过去了 我们来看竹节 这张书 后面还有一个竹节 小竹 这个字比较小 大家看一下 论语极注 这是谁呢 朱子的极注 朱子怎么注这一张呢 他说 才美 为智能 记忆之美 好 到这里 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把财跟美 混同 为一件事情 事实上 财跟美 是两件事情 所以大家要看 我们看竹节 能不能分辨 所以竹节 不能乱看 那朱子 那还得了吗 可是 他都能注错 下面 到这里都没有问题 这是文字的解释 可是下面有问题 他说 承子曰 持 圣言 交令之不可也 这个道德里没有问题 下面 盖有周公之德 则 自无交令 这里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一张书 是讲周公之财之美 并没有讲周公之德 所以注书呢 不能这样注 这个有问题 往下看 若但有周公之财 而交令焉 亦不足观疑 这里没有问题 下面 又曰 交弃盈 令弃欠 这个呢 墨学就先不要解释 我们先往下看 于为 于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称自己 于 他说我 我认为 交令虽有 迎欠之书 然其事长相应 他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东西 常常绑在一起 盖交则 令之之业 令则交之根本